欢迎来到男人厨房 是的 今天是我们第二天的夜浆饭 夜浆饭在马来西亚来说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多人都喜欢吃的 不过夜浆饭大大小小 我看全马也是有好几千档 不敢说全部都吃过 不过有几档比较出名的 今天我们要去吃的这一档 就是在Kampong Baru Let's go 同样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量我们的体重 今天好像是少了一点 67.25元 在吉隆坡塞车 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们从这个Jalan Kuchin 转下去Jalan Sultan Ismael的时候 在左手边就是Q City Mall 过了Q City Mall转上右手 我们就已经可以到达了Kampong Baru 这边是很多停车场的 在早上的时候还好 3个小时是5块钱 然后你看这边停车场 停下来过后 你看这些物质机漂亮 下次早上11点半 11点半的Kampong Baru 就已经是很热闹了 当然啦 如果是在晚上的话 就更多人 然后呢 会很塞车的 这边晚上 谢谢 谢谢 这个玩具这边呢 它地方是算蛮大的 然后里面不会说很热 这边里面是有冷气的 不过如果是有冷气的话 每一个人要费用1块钱 哇 它这边的料也是蛮多的 但这边的价钱呢 也是全部写到清清楚楚的 哦 谢谢 谢谢 鸡腿不是那种 然后我们就加了一个鸡腿 还有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酸鸡 酱鱼盏 我们还有鸡蛋 广告时间来了 你厨房的好帮手 一架自动熄火 出去了 它的饭是一分零 是它往一坨头老 然后它的口感是比 昨天的稍微有硬一点点 还有带咸 这个酱味也是有 好了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酱鸡腿 还有西哈摩 然后每一个都是很大力的 配上这个辣椒 它是好吃的 炸鸡也不是先炸的 它的鸡腌制到很高位 比较偏向咸一点 它一样也是用黄奖咯 因为这个是 I am guren gurenpa 就放这样 它什么辣椒鸡腿 然后有吃到一阵 很香的这个香料味 前面吃进口的时候是偏甜的 后面才感觉到有一点点会辣 这个味道就很像是我小时候吃到的味道 它的这个姜鱼仔是用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姜鱼仔 昨天我吃那是薄的 我还是觉得昨天那个会好吃的姜鱼仔 这一餐我们总处吃了16块7 Nasile Mark M Guren 11块3块7 Dio Gosong Ice 2块 Dio Gosong Ice蛮便宜的 整体来说呢 这个玩具的Nasile Mark 价钱不会算太贵 味道呢也算OK的